因為烘焙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非常療癒的事情 然後也是一個很紓壓的事情 就是不管平常在很忙碌的時候啊 或者是對小孩很生氣的時候 都會很想要進廚房 然後不管揉個麵團、做個餅乾、做個麵包、點心 你就會覺得做完很紓壓、很療癒 這本書啊是真的花了我非常非常多心血 集結成的 那裡面有很多是我覺得非常獨特的點心 然後這本書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就是3D造型餅乾 那其實我在從很久很久 好幾年前吧 我就開始覺得說 欸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較特殊造型 可是是做成餅乾 那大家也知道餅乾要做出3D 然後要有各式各樣造型其實不太容易 那我就一直不斷的研究不同的配方 所以這次我特別把這個 沒有揭露給大家的一個3D造型餅乾 放在我的信書裡面 小小孩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的就是食材 因為你既然都自己做了 你就可以選擇用比較好一點的食材 那食材如果都是自己購入的 都是比較放心 那再來就是說 在甜度的部分我也想 就是做一些調整 很多的點心 你可以用水果的甜味去取代 糖的甜味 一個是說平常我們可能 家裡人口數也沒有那麼多 那有些比較專業的烘焙書 可能它分量是屬於要職業或營業用的 那自己家裡 然後還有特別是為了小小孩 像譬如說裡面有小貝果啊 或者是小餅乾啊 那我把尺寸縮小一點點 然後吃了就是 有時候小小的東西 小朋友看就會很喜歡